到1971年的10月25号 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 承认中国是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也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日子 昨天届满50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谈话 表示2758号决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而我外交部则回应 台湾早已经是民主国家 中国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 也无权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 1971年10月25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 如今届满50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会议并且发表谈话 一开始就提到2758号决议 但没有提到台湾议题 50年前的今天 第26届联合国大会 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联合国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也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日子 习近平表示2758号决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不过反观美国部分官员近来频频展现停台立场 支持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 外交部也回应 2758号决议只决定联合国内有关中国代表权席次问题 并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人民 台湾早已经是民主国家 外交部呼吁联合国不要一再屈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 接纳台湾有意参与联合国和相关专门机构 陆委会则指出 第2758号决议既没有处理台湾及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体系代表权的问题 也没有处理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两岸互不隶属 这是台海现状 也是客观事实 记者朱峰之无奇称 综合报道